你的小故事我的大新闻 欢迎收看佩博公民新闻报 台中市规划要在高美湿地附近 兴建清水产业园区 引起部分民众的疑虑 认为这将危害原本地方的农业 他们在日前以音乐会的方式 表达守护良田和湿地的心声 台中市在市长胡志强执政时期 规划了清水产业园区 计划在高美湿地上游开发 面积大约243公顷的工业区 相当于三个台中都会公园的大小 对此台中清水有部分居民 忧心环境生态会遭到破坏 因此自行组成自救会 并且在5号举行音乐会 希望能够借此引起民众的关心 我觉得现在全台湾各地的工业区 都有太多限制的空间 那为什么要在其他的工业区 都还有这么多限制空间的时候 你还要再继续征收更多的良田农地 来做一个不知道会有谁进驻的工业区 然后跟我们说这样会创造就越机会 我觉得这很没有说服力 实在现在世界粮食危机在即 将来是有钱买不到粮食 这么好的大片的农田 要把它毁掉实在 在如何世界的潮流 而这起计划案 第一期的土地范围当中 农田以及果园的面积 就占了大约84% 也就是说当地张有60多公顷的农业用地 将会全部消失 而计划书指出 这项开发可以创造5000多个就业机会 台中市政府日前也表示 在清水开发的是产业园区 并非传统工业区 将会引进低污染 以及高附加价值的产业 希望外界能够了解开发内容 不要一下就对开发案污名化 但是我们民众认为 政府重视工商业轻视农业 利益不见得比较大 花莲县绣林乡的家湾部落 研究调查太鲁阁族过去经常食用的植物 制作出相当有特色的野菜肥皂 天然无毒又具相当的效果 希望推广成为部落的特色产品 花莲县绣林乡家湾部落 为推广泰鲁阁族文化 经由产业与田野调查后 将手工罩结合民族植物 龙葵 无患子以及刺葱 创造出极具特色的产品野菜肥皂 从跟其了我们绑谈的过程当中 发现其实我们部落有很多 很丰富的生态文化 我们这边看到的是有三款的 民族植物手工罩 然后像这一块的话 它有颜色斑点的话 它这个是无患子 在我们泰鲁族里面 无患子的植物叫做Masa Masa这个意思呢 就是它你学会起泡泡 也就是肥皂的意思 然后绿色这个的话 它是龙腿 它比较偏绿色 它比较偏绿色 然后它这个的话 是一般原住民的那个 吃的植物 野菜肥皂不仅结合了 泰鲁德族的知识 也替参与制作的部落妈妈们 带来实用价值 学得很开心 学到是自己的 真的 可以用到自己的家庭 比如你如果想做买卖的话 我们自己可以做这个工作室 自己做 自己研发 除了手工造外 嘉湾社区也朝多面向发展 在未来也将规划导览团队 结合文化与生态行销 希望借此能让更多人了解泰鲁格族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鲁格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鲁格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鲁格族